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据显示 腾讯2007年第三季度网游收入约为2.31亿元 而2017年这一数字为268.44亿元 10年时间是增长了116倍 2018半年报披露时 腾讯的网游收入就出现了环比下降的情况 疲态是尽险 无独有偶 A股的两家网游龙头上市公司 完美世界和巨人网络 今年以来游戏业务营收也是呈现下滑的状态 Win的数据显示了 今年上半年在完美世界的营收构成之中 游戏收入是占比7成以上 而在巨人网络PC端和移动端的网游收入 在其营收中合计占比超了6成 今年上半年 完美世界的游戏营收约26.49亿元 比去年同期的30.58亿元是相比下滑了13% 巨人网络上半年的游戏收入 PC端与移动端合计约12.58亿元 与去年同期的13.61亿元是相比下降了7.58% 其中移动端同比下降5% PC端同比下降10% 网游龙头上市公司亦如此 其余中小网游公司情况就更加不容乐观了 2018年1到6月 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了 今年上半年 这游戏市场整体收入是1050个亿 同比增长仅5%左右 可过去的三年 同期增速均超过了20% 这可是自2008年以来 游戏行业增速首次跌至个位数 今年以来 监管部门对网游行业是加强监管 自3月起 新游戏上市 审批暂停 目前重启时间还没有确定 这8月底 教育部等8部门针对儿童近视问题 发布了对策方案 其中就包括采取措施是限制未成年人 在线游戏市场 明确提出实施网络游戏总量的调控 控制新增网络游戏上网运营数量 网游限制是再次收紧的 此外游戏版权套配置和游戏行业专业税也有可能实施 后者是类似烟草税 如果真的执行则意味着游戏将跟烟草一样承担30%以上的高昂税费 这对小公司来说可是灭顶之灾 虽然消息还没有证实 但市场对游戏的管控一期是一直在加强 有业内人是这样认为 即使新游戏审批重启 审查也势必会更加严格 这种情况下 中小公司的生存将更加的艰难了 2018年是近年来国内游戏行业最暗淡的一段时光 很多小公司或许将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在游戏行业的艰难环境与A股弱势的情况下 网游相关上市公司今年以来是全部呈下降状态 30余家A股上市公司是跌超了30% 30%